大家更多一点的话呢,大家可能就能够记得更清楚一点,因为它有一点点就是例行公式,没有特别多的创意在里面,如果以后它可以加入更多一点点创意在里面,那么我相信会更加好。 那给陈定章的部分呢,就是可以将那个时间的部分,有一些俱乐部它是这样子的,比如说有多少个人参加了那个演讲,或者是即兴演讲,你将它的名字在这个旁边有名字了,在这旁边写上它的时间分别是多少分钟或者多少秒,这样的话它就很清楚它有没有超时,这个是给陈定章的建议。 那我们的袁琴琴坠姿官,它的报告呢,也是非常的清楚,而且虽然它是普通话讲起来有一点费劲,但是它还是很幽默的,他讲到陈定章的时候,声音非常小,所以我听不到它的坠姿。 给它的建议就是可以稍微演示,你的声音可以稍微再大一点点,另外呢,你的眼神就是有时候会有点往上飘,我们可以不用看那个天花板,可以看下面的帅哥和美女。 到了我们的语法官,那它有一个词,肯定它是本下午当之无愧的表演帝,为什么这么讲呢,它是非常的富有机体,它的手势啊,或者是它的语音的一个变化,还有它的肢体语言都非常的自如,在台上,它就像是一个我们非常有名的明星一样,非常的自如,享受就收, 想放就放,所以大家听起来的话就是,它站在这个舞台上,这个舞台就是它的了,给它的一点的小建议呢,就是在介绍这个口若玄和这个词的时候呢,你可以追根溯源,讲一下这个词原始,它的意思是什么,这样我们可以追溯到这个词本身,它最初它是因为什么原因起源的,或者说这个词它最初的是来源于哪里, 而不仅仅是介绍它现在是怎么样用的,你当然是经这个舞台上,口若玄和的表演帝,到了我们语法官之后呢, 就是蔡红梅,红梅姐,红梅姐,你的,你的那个点评非常好的一点,就是每次给大家非常多的鼓励,就是不管是谁,听了之后,就是心里都非常开心,啊,我看得好棒啊,我各个方面都很好,就听了之后,就心里上舒服, 不管你讲的是,首先是努力的,还是后面比如说给的一点小建议,就愿意很愿意听,我觉得你最近可能跟你的小侄女待的时间比较久,所以有时候听起来的时候,跟她讲的时候有点口吻,就是有点,哎,我们好像都是她的小侄女那种感觉,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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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我说了这些更远的事情哦,就是会有一点点跟小朋友讲话的那种口吻,所以可能稍微注意一下,嗯,另外一点呢,就是去掉,呃,我看一下,这里还有一点是,其他应该对你的建议应该是没有了,就是这一点点,嗯,我们的红梅姐之后是,陈定章的冰至如归,冰至如归,冰至如归的部分呢,呃, 呃,对于普通话的那个部分,我没有什么更多的建议了,因为我们的高老师已经给了很严厉的批评,所以我,我觉得只要你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,更多的去,去讲,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错误,当你发现你的错误越多的时候,那么你肯定会改正这些错误的,我给你的建议,关于来宾介绍这个环节呢,那你就可以,重点突出你的目的,在最后的时候,为什么要有这个环节呢,我们就是想吸纳更多的会员,到我们的这个俱乐部来,那么最后你就要 强调一下,为什么我,我希望这些对我们俱乐部感兴趣的朋友们,请找我,或者是找俱乐部的谁谁谁,联系,这样的话呢,这些朋友们,他就可以很快的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了,陈定章之后呢,呃,就是我们的,李志刚先生的工作坊,其实我没有什么建议,只是有一点我比较喜欢的,就是, 每一个人不一定是口若悬河,我们讲话的时候不一定是口若悬河,但是,我们一定都是有领导力的,领导者成功,成功的辅助团队的成长,然后呢,从而获得自己的成长,这我是非常有体会的,后面我们有三个点题人,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林佳良,她的分享呢,是,她首先分享了演讲者的一个方法,她的内容,她讲到演讲的内容也不太好, 非常地幽默,用故事吸引观众,她都分析了,就是演讲者,这个她为什么会,这个演讲做得非常成功,呃,唯一给你一点点建议的话呢,就是,记得要讲解一下,那个演讲的目的,这一讲她的目的是什么, 第二个我们的演讲,呃,点评人士,翟东霖,我想说你的声音非常地优美,非常,就是有感染力的一种声音,而且是以情动人首先去,呃,以你的感情去感动在座的各位,给你唯一一点点建议的就是,你,当你对蔡姐含情默默的时候,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一遍的朋友, 然后我们的CNV呢,呃,她非常好,她就讲解了一个演讲的目的,然后说到了,陈廷章的那个优势是什么,比如说,结构清晰,普通话提高很多,而且你的演讲的,那个,给出的建议非常的实用,有效,我觉得,我没有什么更多的建议给你, 最后是,还有谁吗?呃,如果我不用点评的,其他的话我就应该是都点评完,时间控制的范围之内,谢谢大家!